我覺得 贏不到比賽或是第二名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倒不覺得那是一個很苦的事情 因為有過去的那些經驗 可以讓我今天有這樣子的 經驗去承受這些壓力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歷練 那因為當時 有很多比賽沒有贏啊 第二名啊 或是一些很不順心的事情 但是我都把它視為是一種 學習 所以這一次我在 Liquel Cup的時候是 比賽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這樣的場面我已經看過了 我也有經驗去調整我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也是感謝過去的那些 挫折跟失敗 那我可以從中學習這樣 我覺得這個路沒有誰 誰 誰 誰打得比較好 出名的比較早就比較好的這種說法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能力不一樣 那學習的程度也不一樣 那你走到一個階段 會有不同的樣的成績 這都很正常 所以 我其實沒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的路就是我自己這樣子走 當然是希望冠軍能越拿越多 但是對我自己的 對本身的要求就是 我希望平均肝數在69肝 69肝是一個世界級的水準 因為在日本的巡迴賽 還沒有人到69肝 今年最好就是70.3這樣子 那雖然說一桿之差看起來沒怎麼樣 但是是一個很很了不起的目標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很困難 我的啟蒙老師是陳良心老師 然後他給我一個很很正確的一個swing 可以讓我在現在這麼穩定 可以有這穩定的飛行 那接下來我來日本征戰的時候 我請教了很多問題 像圖老師圖阿育老師請教了很多的問題 那他給我了很多很多的經驗 畢竟他在日本是有那麼多冠軍的成績 所以他給我的所有的建議 我都非常的受用 所以有他們的加持 有他們的教導 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 我在球場上面可以很有信心的去做表現 因為在之前一直沒打到冠軍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我有機會 但是為什麼你一直沒有拿到冠軍 那我自己就很急 那我也就是去問圖老師這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我一直贏不了冠軍呢 然後他就說你就別著急 你就好好打你的美一桿 會來的就會來 你越著急其實越沒有用 那我就覺得原來是這樣 老師也是這麼說 那我其實沒有問題 就是給自己的一些信心有提升 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與照顧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新年快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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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